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平均分布的做法 OK 所以我们的基础练习的范例呢 就是我们这个第一阶段范例 先暂时练这些 这个几何练习就好了 好 那我们这个滚乱者把它拖到旁边 我们现在练习一下这个平均分布的做法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比如说我先做一个零件涂层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圆好了 画一个圆 那这半径多少 我们这半径给它抓这个事实好了 OK 好 那这个圆是我们参考的圆 OK 以到圆形画一个半径40的圆 那大家知道圆是不是有四分点 上下左右的四分点看到吗 它有这个四分点对不对 OK 好 那如果说你以四分点当圆形来画小圆 比如说以它的四分点当圆形呢 以这个当圆形呢 这里 那我们再画一个半径15的圆 像这样 半径15圆 OK 那你会知道 我们顶多只能够平均分布几个 如果是以半径40来当参考的这个 绕的这样的方向对不对 所以你以它为圆形呢 画一个半径15的圆 那顶多就是拷贝命令呢 用卡比啊 我们可以用拷贝命令呢 去把这个圆呢 拷贝下来 所以变成说以它为圆形就 拷贝一个圆下来了 那一样同理啊 再把它拷贝到这个下面四分点 是不是以它为圆形呢 然后再做一个圆 对 那考验的四分点再画一个圆 所以如果说你用锁点的方式呢 你的平均分布呢 你只能做四个圆而已 因为它只有四个四分点啊 那说你如果要做六个怎么办呢 OK 好 我意思说 你如果假设这个圆 比如说我们这个半径40的圆 把它画出来 对不对 OK 那再画一次 这半径40的圆 你把它画出来 OK 那我们就以这个四分点当圆形呢 去画一个小圆 OK 好 这个半径比如说15 OK 那我们希望能够平均分布 平均分布几个 比如说123456 要做六个 可是因为我们四分点只有四颗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使用这个锁点 拷贝的方式啊 OK 我们必须用什么 我们必须用这个阵列 阵列概念 OK 好 那这个阵列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概念就是平均分布啦 平均分布 OK 那我们这个范例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范例是不是绕着这个圆呢 去做平均分布 就小圆 半径15的小圆呢 绕着这个半径40的大圆呢 做平均分布 OK 那环状的平均分布叫环形阵列 所以这个地方就环形了 OK 好 环状的这个阵列方式 环形阵列 OK 好 就这样一个情形啊 那阵列的英文呢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就是array a r a y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cdmass软体的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软体的他通常都英文全名啊 那我们的指定也是array ok 好 那现在我们来试试看怎么让它平均分布啊 首先你先做一个圆按这里然后选择中一点半径看到吗 OK好空间上指定一点了好当圆形拉出来他马上我们指定员的半径是多少看到吗 那我们打多少打40按确定有没有那这圆就被画出来了OK好那我们现在虽然是零件图层对不对那因为大家为了练习方便呢我暂时不要给他一图层 这颜色的部分呢给他有用一个特定颜色OK点他比如说我给他用紫色好了那等下画出来一定是紫色然后夹出嘛OK好按下圆的指定按这里然后选择中一点半径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这指定哦底下呢以后再说哈所以你要中一点半径OK那我们就以这四分点当圆形 按他拉出来半径多大我们画一个小圆所以打15按确定OK好现在我希望这个圆呢能够干嘛沿着这个黄色的这一这一个大圆呢给他做平均分布六个像这样这个过程叫正列OK好那这个正列呢呃如果说你用新版的功能呢他是关联式正列那关联式正列比较复杂OK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这个基础练习二OK二的基础练习的第一阶段呢先不要练关联式正列 我们先用一般的正列啦OK那一般的正列大家下指定啦OK好首先呢你可以打什么你可以打那个AR AR OKAY array那他就会列出跟array相关的这个指定我们要是哪一个我们用用就是的这个呃各版本通用这个对话方块的这个简易正列方式就是ARAY array OKOK OK那classicalOK好我们用这一个这个命令啦就是说就是的这个正列模式那你不用全部备啊你只要打AR他就会列出这个后面的相关的这个指定那你就选一个就可以啦OK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跟着打你就打AR看到吗OK那你看 你找一下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 Array Classical OK 有没有 A-R-A-Y C-O-A-S-S-I-C 就像这样 OK 我们选这个Array Classical 这个指令 OK 好 就是那个古典式的阵列 那这个指令呢 是它有对话方块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快的做法 是用-AR -AR就是用什么 用指令行模式来输入 所以我现在呢 给它下这个指令 按它 左键 有没有 它就产生一个阵列 对话方块 看到吗 OK 好 那首先呢 先告诉电脑 你要用什么样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是绕着 这一个圆来做阵列 OK 所以你要选谁呢 我们要选 环形阵列模式 所以你按环形阵列按它 你自己看一下它的预览 这边 大家看一下 这里预览是不是矩阵 对不对 矩阵不对 OK 你把它勾环形阵列 这第一步 因为你用对话方块 是比较简单 按这个环形阵列按它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要按照步骤来 第一个步骤先选环形阵列 然后第二个步骤 要选取物件 选取物件 不然电脑不知道你要阵列谁 OK 所以你勾这个之后呢 我们选谁 我们去选紫色的部分 阳红色这个半级15的圆来阵列 黄色不要选 因为黄色是拿来参考用的 你选黄色都原地打转了 OK 好 然后再来呢 中心点来 中心点 中心点按这里 对按这里 然后选谁 所以第三步骤 中心点按这里 大家去选这个 圆形位置在这里 以它为轴形 OK 好 然后总数几个 给它六个 所以角度360度是可以的 OK 最后再给它按确定 然后旋转并复制物件 这样 OK 好 那我先做给它看 我们先按环形 你本来是矩正 按环形 然后接下来选取物件 OK 那就点这里 因为它总共找到零格 所以按下确定 所以因为没有东西 所以你没有办法确定 看到吗 所以你一定要先选取物件 按这个按它 然后我们选谁 我们选这个紫色的 OK 那选完之后 一定要按空白键 去结束这个选取 不然它以为你要继续选下去 我们按确定 OK 那马上我们中心点 对不对 OK 那中心点去锁哪里 中心我们按这个 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输入的这个点选点 按这里 好 那我们就靠近这个大圆 大圆的边 它会出现一个十字的符号 你就锁这里 要当轴心 就像这样 按左键 OK 好 再来它说 项目的总数呢 总共有几个 我们要总共有六个 OK 所以圈起来打六 OK 好 那不满角度绕一圈360度 所以这个就OK 就不用填了 而且你旋转要 这个复制 这个为什么要打勾呢 就有没有什么样的 差别 我们现在是圆形 所以有旋转没旋转都一样了 所以这个 后面在解释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效果 就先给它打勾好了 OK 好 那时候我们就给它确定了 OK 好 就按这 你可以预览看看 比如说按预览 有没有 它会列出这个结果就对 OK 好 你再按空白键 就回到对话方块 那再按确定就好了 OK 我意思说 你如果这个地方不是打6 你打60的话 它要正列60个了 所以你看预览 先给它预览 你看这么密 对不对 那就错了 OK 所以按确定 那我们把那个6改多少 把这个60改成6 OK 就像这样 然后加预览看看 比如说这是你要的 这样的情形是你要的 OK 它确定 然后就给它按确定就好了 有没有 它就正列出来 就一个基础的正列方法 OK 蛮简单的 OK 好 那你说 我如果不想用对话方块 我想用那个指令的方式 那怎么办 来回到上一步 先回到上一步 回到上一步 OK 好 那你就下指令 这个地方指令叫减AR 加一个减字 减字就是那古典的 这个模式 就是那个旧式的方法 那这 比较不会问太多废话 速度比较快 所以待会打减AR 然后按确定 按确定 这样也可以啊 只不过你用减AR的话 它是用这个对话方块来显示方式 所以你看我打减AR 减AR 确定 你看它第一个问我们什么 选取物件 你看就不是对话方块了 所以就选这个东西 点它 OK 然后按确定 好 再来问我们正列的类型 看到吗 那我们要环形正列 所以你要下这个参数P 你可以按它或打P 我们打P按确定 不然它内建是那个矩阵 Rectangle OK我们打P 按确定 好 它马上说指定正列的中心点 那一样靠近这个大圆 然后锁到这个轴心 看到吗 按左键 它说项目的个数多少 我们给它6个 按确定 好 然后说布门角度360度 对不对 因为内建360度 所以指定在执行中 如果按空白键 就会执行刮轮 这个预设值 所以我们就按空白键 你就不用打360 当然你要打360也可以 那我就按空白键 空白键 OK 好 那问你说要不要旋转物件 它内建是yes 我们就给它旋转好了 按确定 你看这样就正列出来了 OK 所以Array Classical 它是什么 它是对外方块的正列 那-AR 它就是指定行的正列 那这两个都是什么 就是古典式的正列模式 大家先试一下 这个叫正列命令 就是平均分布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环形正列 大家试试看